朋友们好,我是老宋 欢迎朋友们来看老宋看大声 不知道朋友们还记得不记得 2014年有一部电影叫做《亲爱的》 记得我当时去看这个电影 说我规律才两岁 说实话,我这个人不太爱哭 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一个男人 就是想哭也得忍着 要不让人瞧不起 但是看这个电影的时候 我说实话,我呼的是嘻啦哗啦的 因为它真处击到我的泪点了 忍不住了 我姑娘还小游 把那件事情想想如果发生在自己身上 那怎么样啊 天都塌了 我太理解电影里那些父母的心情了 我记得曾经我爱人有一次带我姑娘出去 然后开玩笑的时候问我一句话 说什么呢? 说,苏一沫,说我要把你姑娘嘟了怎么办呢? 我当时就很冷静地回答他 我说那你就别回来了 我媳妇真是一惊啊 一愣 啊,没想到我敢和他这么说话 他说,你什么意思啊? 我说我跟你讲 你真把我姑娘丢了 那我这辈子,下半辈子 只剩一件事可以干了 干什么? 就是找我姑娘 所以你回不回来已经不重要了 我的眼睛里一定看不到你了 啊 你说,嗯? 你说你还回来干什么? 所以我觉得,哎呀 这部电影拍的挺好 记得当时这部电影里面张义演的一个叫韩德忠 我觉得他演的好 比黄渤那个还演的好 因为他那么一个动作话语啊 当时的那个表情 让人太痛了啊 后来我了解到 这个张义演的韩德忠事故原型的 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 孙海洋儿的孙卓被拐案 或许啊,是老天开眼了 这个孙家父母在经过14年的寻找 终于找到自己的儿子孙卓 终于团聚了 哎呀,一块钱 不管怎么样 虽然14年这么苦 总算找到了 不再付出14年 那一辈子找不着呢 有很多呢 是不是呢 在2021年找着的 而且当年的人贩子也被抓到了 大坏人心了 可恶 是不是很多人听说人贩子都咬牙切齿的 感觉八皮抽筋都不解恨 对吧 法律严惩 必须严惩这样的人 才能 对吧 警戒后人 那些人才不敢 最近看情了 大家都在想 能看多少年呢 得研判呢 震慑犯罪分子 但是让大家 让人们大死所望 什么呢 检方建议判五年 才五年 都不说别的 不说拐没拐别的孩子 就是人家 孙家 找了14年儿子 经历了什么 然后你才判五年 这也太不对等了吧 为什么这么坚毅呢 是检方胡乱坚毅吗 后来了解到 你刑法第262条就规定 拐骗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 判处五年以下走期徒刑或者去遇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拐卖儿童五年 是顶格处罚了 天呐 这已经是严惩了 但是朋友们说心里话 这是严惩呢 还是纵容呢 对淫贩子来说 五年 他们什么现在 偷孩子的 还有抢孩子的 对不对 用各种方式 一旦把孩子整到手 卖出去几万十几万 说实话 对他们来说是五本万利呀 然后逮倒了最多五年 哎呀 那你说这样的人不越来越多吗 其实我一直认为 所有的犯罪里面 拐卖儿童的人贩子 是最可恨的犯罪 最应该严惩的犯罪 甚至他都打过杀人 朋友说为什么他打过杀人呢 打个比方 他把人杀了 那么对一个家庭的伤害也挺大 但是这个家庭会痛苦 一个月 一年甚至两年三年 但总会过去的 是不是 可是呢 拐卖孩子呢 他过不去 只要这个孩子没有找到 他就永远过不去 孩子生死未知 有那么一点希望 那么一丝希望在心里 就找不着 你不可能不找了 很多父母一直到死都不会放弃 就是寻找寻找寻找痛苦一辈子 丢失孩子的父母都会想着 我孩子在哪呀 他还不害怕呀 有没有冷啊 有没有动啊 能不能吃饱啊 挨不挨打呀 很多父母都想着 如果有个好人家收养他 你不打他 不骂他 哎呀 就行了 我只要这孩子 哎呀 是不是 他都满足了 怕的就是 有一些禽兽 我把孩子 哎呀 想想都 哎呀 是不是 说良心话 对很多家庭来说 如果一个孩子 被人放着拐走 那么这个家庭 就是深血地狱 这么大的情况 啊 你告诉我 只判五年 而且什么呢 拐一个判五年 拐五个还要判五年 嗯 这是什么呀 太轻了吧 是不是该改一改呀 啊 人家 咱就说这个 人家十四年寻找儿子啊 你最后判了五年 成正比吗 还有那些 找了那么久 一辈子都找不到的人呢 嗯 拐卖孩子 给整个家庭 造成的那种痛苦 是无法比拟的 因为什么 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延续 对很多父母来说 孩子就是父母的命 人贩子拐了一个孩子 不但是彻底伤害了这个孩子 甚至是毁了一个家庭 甚至是一个家族 你想一想 是不是 整个孩子的人生 这个家庭的人生 这个家族的人生 可能都发生了巨大改变 这个后果太严重了 我还是那句话 我认为很多犯罪 可能都可以原谅 但是人贩子 拐卖孩子的人贩子 真的 在老树心里 永远不等原谅 啊 看到这样的人 我真的 哎呀 咬死他 我都想 真的 所以老树一直认为 就这种拐卖孩子的人贩子 就该重判 才能什么 震慑那些人贩子 才能让这种事情少发生 才能让这种悲剧家庭 少出现 对不对呢 所以我一直认为 这样的人贩子 实不足惜 该改改了 不太轻了 是不是 哎呀 你们觉得呢 是不是太轻了 让人轻的都让人愤怒了 你觉得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感谢朋友们看老树 看大树 小朋友们喜欢老树 关注老树 咱们下回见 拜拜 拜拜